第十题 用餐后香吉士准备了优弱乳作为饭后甜点 请问下列有关乳酸菌饮料的叙述何者为非 我们喝优弱乳就喝了很多有益菌 会增加我们肠道内的有益菌的分布 而有益菌越多我们的有害菌就会变少 所以选项B说有助于肠道益菌的维持是对的 选项A说可以抑制害菌的成长也是对的 而这种优肉乳饮料乳酸菌饮料有分做所谓的活性跟非活性 所以选项C也是对的 而选项猪说都要在冰箱中储存是错的 我们的活性的乳酸菌饮料要在冰箱中储存 但是非活性的就不必了 所以第十题我们说 请问下列有关乳酸菌的饮料叙述何者为非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所有的乳酸菌饮料在未开封前均需储存在冰箱中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